一年又一年 陪您看春晚 陪您过大年 一年又一年 陪您过大年 陪您看春晚 我们的演播室又来了两位嘉宾 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迫不及待说话 对 说了我这个小瓶是什么 这是竖瓶 是我们可以跟网友互动的一个非常直接的通道 你看 刚才很多网友还在对刚才那个节目在做留言 白衣天使加油 给武汉和湖北加油 包括给中国加油 赶快来介绍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其实应该是我们一年又一年的老朋友 我们晚间时段 是吧 是的 陈伟霆 我们的张艺兴都几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给一个机位 大家好 我是伟霆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大家新年快乐 给大家拜年了 艺兴这次知道是看哪个机位了 对 第一次来到新闻演播室的时候 不知道应该看哪个机位 但我觉得二位今天穿的衣服 特别是可以象征我们中国人在年夜饭当中的一道菜 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不是年夜饭当中吗 是家常饭 西红柿炒鸡蛋 两位会做饭吗 我不会 我会一点 你会一点 西红柿炒鸡蛋没问题 炒鸡蛋应该可以 哥应该也没问题吧 炒鸡蛋真的可以 只会炒鸡蛋 你们两位这是第一次在出版上合作吗 不是 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但是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同化 好在我记得之前来是分开来的 对对对 分开来的 这次合作怎么样 感觉 两个人在台上画龙和画彩虹的时候会有默契吗 会交流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交流的挺多 就是我觉得这一次一星付出很大 就是他在后台一直练我 他有一直练功 一直练功 练什么 因为他 我能说 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这个 那我就说你在练一个 练一个动作 动作 在练一个动作 哪一个动作 是一个 就是舞蹈的一个动作 但是就是他不一定 他的就也有可能不成功啊 就是可能就 但是我见到韦庭哥就感觉很亲切 他就在旁边一直鼓励我 然后给我加油打气 就最后给了我很多勇气 实际上因为一星也是有很强的舞蹈功底的 由此可以见到你对这个舞台的重视 春晚这个舞台一定对于你们来说 意义不一样 虽然这不是你们第一次上春晚了 是的 对于我来说 第一次跟这个是我第一次 四次了 然后刚才刚刚表演完之后呢 我觉得跟第一次没什么分别 还是这么紧张 但台下的气氛还是很好 就是大家都是很支持很热 但是这次可能跟之前表演不一样 之前应该是当年新创作的曲子 今年这是一个19年的神曲 非常流行 非常火的一个曲子 很多人也会跳 也在各种这个视频网站上 在上传他们的舞蹈 但我看他们好像改编了 对 有一些细节做的 你们在跳会不会有压力啊 为什么 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 为什么 肯定不会啊 我们跳得这么好 对 太自信了 我就是想让你说这句话 然后给我们表演一段怎么样 我们有现场有键盘 来给我们来一个过年disco的舞曲 你怎么样 为什么他们俩同时这个表情 来 两位能听见那个 两位没戴耳麦是吧 没有 对 心疼 可以了 我没听 随便 对 我自己说 来 你们来 一人说唱吧 你们画个笼 右边画一道彩虹 来 就这个节奏吧 左边给你画一道彩虹 右边再画一道彩虹 你们得戴耳机才能听见 对 让你唱我 我唱嘛 来 是这样吗 我唱我的压力好大 来 预备 起 左边还有一个画个笼 右边画一道彩虹 右边画一道彩虹 左边再画一道彩虹 我左右不分 我左右不分 主要来 伴奏 主要来 伴奏 对 而且是胸前画一个大灯笼 那个概念 我觉得很好 因为这一次是可以为了过年改了一个词 所以整个歌词我自己觉得是特别有过年的气氛 唱的时候虽然之前也唱过了这首歌 但是这一次意义非常不一样 而且你那一句就说 我巴拉巴拉锅里的饺子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口语化的 对 按说南方人在这一天可能要吃年糕 吃饺子 因为香港不吃饺子 过年 吃萝卜糕 萝卜糕 煎萝卜糕 煎萝卜糕 萝卜糕 萝卜糕 这几年我在北京生活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现在过年我都要吃饺子 对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多吃几个 因为我隔三年前见你 我觉得你瘦了 不要减肥 一定多吃一点 爱吃什么馅儿呢 牛肉 韭菜牛肉 韭菜牛肉 已经这个搭配怎么样 可以啊 非常好 非常健康 你喜欢吃什么 什么馅儿的饺子 我其实比较喜欢吃饭 就是米饭 米饭 对 然后有那种八宝饭也不错感觉 糯米饭 对吧 爱吃甜的 对 那可能对于艺人来说 吃甜食会是一个考验吧 因为不让你吃饱 其实每天只能吃这么一些 不是吃太多 这么一些 对 对 四口 这么一些是多少 大概一拳头吧 每天吃米饭的话就一拳头 三顿的量是吧 一顿吧 一顿是一拳头 这是我一口一口的量 那如果想到很大的时候 对 其实在这个车满的舞台上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在之前 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 每个单位 我自己都觉得很辛苦 都辛苦 所有的演职人员 对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了 就是跟我们一起跳的舞者 有时候我们收工回去了 然后我看朋友圈 我看到他们凌晨三点钟 还在酒店的大堂 因为他们已经住不到 找不到地方练习 他们在大堂 没有人的时候 凌晨三点钟还在 每天凌晨三点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样 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动 因为这个舞台 倾注了太多人的心血 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一天 让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的海外的华人 都能看到 中国现在有多好 我们的生活有多么幸福 你们回想过去的一年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一新 我觉得对我来说 2019年 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举办了 我的个人的第一次演唱会 这个可能是对我来说 比较开心的事情 新一年有没有新的目标 其实有很多目标 只是目标老不实现 所以我就先一个个目标 他实现了再说吧 老不实现 你看来你的目标定得很大 目标定得太高了 没有没有 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努力的 对 你看他给自己的目标 肯定定的是 他自己内心知道 一定要去笨才能够有的目标 对 伟婷呢 是那种跟自己很较劲的人吗 有什么目标吗 他很自信 他应该是 目标都实现了 我刚才说 我今年真的是没有什么目标 这今年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今年真的真的 是因为去年超额完成任务了吧 不是 可能 人越大慢慢觉得 就是平安是福 没错 是真的 就是我这一年改变得特别多 比如说去年以前的我 也会觉得每一天 我都要在工作 在工作 但是今年我不知道 心态变化特别大 就节奏慢下来了 给多一点时间 给自己 给自己 对 你觉得这样慢下来的节奏 自己的收获是什么呢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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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时候你 比如说演戏 唱歌 有很多作品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要得生活 你才能吸收到那个养分 对 所以当我 比如说我刚刚之前 放了挺长的一个假期 回来就觉得 特别做什么事情 都特别有活力 就春节前 给自己放了个长假 所以你看人要不断地 停下脚步 回头看 这样可能才会让自己 更想明白 自己到底要什么 我特别想问问 就这个问题 易兴有这样的体会了吗 现在 可能我还 还没有 易兴还以为 还没搭理我这个年纪 你过几年可能 你过几年 这么暴露年龄吗 还是因为我的目标 可能定得过高了 所以就自己又停不下来 这样 其实我应该像 前辈哥哥们学习 都学这样 让自己放松下来 也是对的 但其实我觉得 每个年龄段 它有不同的这种特性和特点 你看伟廷也说 它前几年也是 像你一样的 高速的旋转 可能要到了一定的时间 才会有这种 自然而然的 这种节奏的调整 但是现在 我真的有一个问题 特别想问一下 他们两个人 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是在他们出道的时候 就变成了流量明星 而要知道 在飞速旋转的娱乐圈 这个流量明星 是一代一代 不断地更迭 而且这种更迭的速度 在加快 那现在又有很多的 流量的年轻人上来了 你们怎么看 这些流量新人 紧张啊 怎么看流量这件事情 在这个节目里 谈流量 我们这个节目是 专门谈这个 我们是严肃的 对 我们是严肃的新闻节目 这有没有压力啊 就流量这两个字 会有压力吗 首先我自己理解流量 这个事情 一直我认为是 为什么有流量 就是有人喜欢 流量越大 就是代表越多人喜欢 然后可能这五年 可能这十年 大家都会在网上去支持 或者是利用手机 进行投票 或者是把自己的生活 分享给大家 所以其实当我觉得 流量越大的时候 某一个程度 可以代表 他是挺受欢迎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理解 然后可能我慢慢 不是这么流量 不代表我 没有这么好 可能支持我的人 没有玩手机 或者是支持我的人 陪我一起慢慢长大 或者是他花的时间 未必在手机上面 其实你看 伟平的说法 就是还是对自己 越来越有信心 越来越自信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你也知道 他们为什么喜欢我 是吧 首先流量标志着 有很多人喜欢我 但可能下一个问题 你就会去思考 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喜欢我 我会给他们 什么样的东西 流量会跟你 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觉得 我觉得流量就是 它在一定程度上 也代表一种责任 对 然后因为你要 你是他们 行为举止的 一个风向标 所以自己的严信举止 需要注意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需要的就是 带来好的作品 给所有喜欢 我的这样的 粉丝朋友 或者歌迷朋友 或者支持我的人 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 不会辜负 他们那份 喜欢跟知识 就用作品说话 对 他们两个都是 一直都是 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所以他们是一个 非常追求极致的人 在很多很多的事件上 包括你们的工作人员 同仁都会说 他们两个人 其实本来已经 做到很好了 但是为了能够 献出更好的作品 他们都会再给自己 努一把力 就是永远会有 这种极限的挑战 对 其实短短的这种交流 包括之前来过 感觉他们两位 就不光是在 努力做作品 而且在努力地思考 他们做的这份工作 或者这份事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很负责任的态度 就像你说的 要给到 喜欢你的人 给到他们什么 流量有了 你看看我们的这个 书屏上 就是我们现在 网友实时的互动 韦庭一星 在飞速的旋转 觉得你们俩是最佳组合 你们俩这个 以CP正式出道 觉得你俩是最佳组合 你们的作品喜欢 对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 一直喜欢韦庭 一直喜欢一星 证明这个一直 两个字代表了陪伴 他们也在成长 你们也在成长 所以你看 现在当我们这个 书屏 在操作的时候 我在想 他们两个人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的网友互动一下 你看当大家去打出来这个 韦庭最棒 一星一星 你看打四遍一星 西湖市炒地蛋 你看韦庭看到武汉加油 对啊 就是难得上来 我也想说就是大家必须得戴口罩 对 就是去人多的地方 你必须得注意卫生 对 这个是我希望 大家现在能看到的可以听话 对 太好了 喜欢你的人一定会因为你在这这样的 其实这个时候 每个人戴口罩真的是一种责任 对 是吧 不光是防护自己 其实也是为他人着想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 戴上口罩 把自己的感染几率降到最低 其实也是对武汉那种最好的支援 你看韦庭已经对他的粉丝 就是皇后啊 说了 说那个 大家戴好口罩 女皇 其实都差不多 都戴上一样 女皇啊 女皇们一定要戴好口罩 韦庭已经向你们发出倡议了 那一星 你对你的粉丝说什么 我首先感谢他们 然后我想对 也是对武汉的这些在前线 为做医疗的这些人 所有的工作人员 跟他们拜个年 然后希望他们也能开开心心的 然后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加油武汉 加油 中国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在春晚上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温暖 也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演歌间 我们再次一起为武汉加油 为中国加油 就像一星说的 为所有现在奋战在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 这个肺炎疫情的 一线的白衣天使们 为他们加油 为他们鼓劲 给他们拜年